Lin家棟今晚和袁富華白紙為新片手捲煙進行拍攝 家棟還透露今次的片酬是非常優惠的 因為今次首部劇情片已經發展工資助 亦拖了多久 因為到現在才各樣條件成熟開機 但錢真的沒什麼 肯定是不多 但我又覺得我見到新導演 有很多新人的幕後 我也是值得支持 鼓勵他們 當然這個時候大家的心情是一般的 但如果我做了安全措施 開工未上不是另一種方法 就鼓勵大家 那我就可以 另外提到今年金像獎要閉門舉行 家棟都覺得有點可惜 當然是沒有去一個很精神 今年不能在公共的地方去演出 當然也沒辦法 因為是要照顧很多人的安全 因為可能最少最少 也是一千多個人在場裏面 所以也沒辦法 希望是來年的時候能夠有機會 能辦得更好 趁機 一定要 趁機 不能 太鼓勵 容許 我們